大家好,欢迎来跟操哥一起读书 现在呢,我们还是接着看《增广弦文》 前面我们看了《增广弦文》的第一章、第二、第三、第四章 第四节,然后呢,讲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这个如何去安抚自己的,对吧 如何安抚自己,当然了,整个的一本书都是这个意思 讲了很多,有兴趣的话,可以翻过去听一听 因为呢,当你听完这个的时候 你就应该可以背了,就可以把这些话用在生活中了 你也知道了这些话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 而并不是说书面上写的那些 包括书上这种解释,是吧 都是,都是 可插可改的,是吧 不是可圈可点的,是可插可改的 所以呢,我们一起去读书 我们用心夺我们生活的这本书,对吧 因为我们呢,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活着 是吧,为了自己的生活活着 好,我们看第五节 流水下滩,非有意 白云出秀,本无心 这个秀呢,可能大家 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它是指那个 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山在一起 形成了那个,类似于山洞这样子的 是不是 它里面那里面有水 云是从那里面出来的 它说,流水下滩 下滩呢,就是从上面往下冲 冲到那个滩上来的滩 把它冲下来的,非有意 白云出 白云出秀,本无心 它讲的是说,其实主要就是讲了非有意和本无心的意思 非有意,就是很多时候 对不起,流水下滩 非有意,我不是有意的 白云出秀,本无心 那我们也要去体会别人是无心的 对吧,同时我们要跟别人去讲 对吧,跟别人讲 也要去体会别人这种无心的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姓东流海样生 谁姓东流海样生 当时呢 你没有站在高处去看那个海 看那个东流 东流就是河嘛,是不是 大江大河嘛 你没去看他的话 你也不知道他那个直接连过海去了 而且那么深呢,是不是 而且那么深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 很多时候要看了之后才知道 是吧 他看了之后才知道 所以不要 光平表面上看了的一件事情 就下结论 所以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姓东流海样生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姓东流海样生 谁姓东流海样的生 就是海样生 谁姓东流海样生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姓东流海样生 路遥之马力 嗜久见人心 嗜久见人心 什么作者呢 在这里用词用了这些 但这也不是他讲的 还是社会人的人 这个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路遥之马力 你那个奴马舌驾不舌驾的问题 是吧 人家一趟就跑过去了 你就知道他这个马 是奇迹了 他能跑 是吧 你那个奴马就是奴马 奇迹就是奇迹 是吧 路遥之马力 路途只要够远的话 你就知道了这个马 能跑不能跑 你跑个五十米 那拿个马都能跑 几步就跑过去了 是不是 那体会不到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不讲也是说 好吧 嗜久见人心 对吧 在一起共事共久了 在一起做事情做久了之后 也就知道他到底是 出于哪方面考虑的 也就知道他做事情怎么样 或者出于哪方面考虑的 所以说他们就说 我们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小时候他们老说 嘴上无毛办事不劳 是吧 办事不劳 这个也他也讲的是 差不多的意思 你那个不成熟 很多事情 他都已经看出来了 你不行 已经看出来 你不行了 因为呢 经过多少个 嘴上无毛的人来办事 他都不行 嘴上无毛是指 小孩子还没有发育 还没长胡子 还没开始长胡子的人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嗜久见人心呢 是指这个人呢 做事情做久了之后 也就知道 他的本意是什么事情 还有他做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得好 是吧 那么你在用人的时候 或者说是你自己 做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你不能被人家发现 你到底有本事 没本事 或者是你在看别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不要等他干了个十年八年 把你们公司干垮了 这个才想起 我终于知道 你他妈太没能力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公司就活下去了 是吧 你变成这样子 还是要慧眼十财 还是要慧眼十财 路遥知马力 嗜久见人心 两人一般心 有钱堪买金 一人一般心 无钱堪买真 两人一般心 一般就是一条心 两人一般心 有钱堪买金 一人一般心 无钱堪买真 这个后面这个堪是能的意思 一人一般心呢 是无钱堪买真 一人一般心 无钱堪买真 两人一般心 有钱堪买金 听懂了吧 这个多数是指合作伙伴 或者是夫妻两 是吧 只夫妻关系的 或者是指合作伙伴的 你两个人一条心的话 事情会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两人一人一条心的话 无钱堪买真 要干垮 有钱就变成有钱没钱了 是吧 相见亦得好 久住难为人 相见亦得好 相见 这个也是 我看那个叫 任仙琪唱的那首歌里面 也有这样一句话 相爱总是简单 相处太难 是吧 人家讲的还是有 有的那个道理在里面 相见亦得好 该出自见面的时候 客气送花 吃饭做 我请客 我买单 久住就难为人了 天天在一起 这日子就难熬了 每天都这样子 在说什么 所以呢 以前我就 那个时候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呢 然后也确实没有钱 那经常有些朋友来坐 是吧 我这个人呢 所以我是比较郁闷的人 一个人 比较失败的一个人 那时候我就直接跟人家讲 就是有的一些同学呀 或者一些朋友 他来来住的时候 来坐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来吃一顿两顿可以 你天天来 这事情醒不通 我干不了这个活 但是我说的也是 真实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没钱吗 都没钱 所以 我们就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见面的那个好 也是真的好 就是我们两个 初次见面的时候 我说 那个我对你也是真心 你对我也是真心的 然后呢 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们两个你埋怨我 我埋怨你 那也是人之常情 不要过分的 把这个事情呢 扩大化了 因为呢 久住就是难为人 相见亦得好 久住难为人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不是你一家是这样子 每一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第一 你要记住了 当初的你们那份爱 是真挚的 是真诚的 并没有谁欺骗谁 不要说老子瞎了老娘了 老娘瞎了狗眼了 不要说这个话 因为当时是真的 是后来因为这个 久住了之后 鸡毛蒜皮的油盐 酱醋的乱起来 大大事的事情 这个是吧 把这个生活 就是如此不堪 人家讲的生活 除了狗且 是吧 还适合远方 结果生活内 没有适合远方 是吧 只有狗 是吧 只有狗 所以呢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自己也要知道 一件事情 除了这个事情呢 除了这个 真实的这份感情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 去 就是去 带别人为难 就是我 打个别人说 你家条件好 你家条件好 我就到你家去 去住一段时间 去吃一段时间 你也对我好 是不是 那你应该不会 觉得 不会觉得我很讨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家又有钱 你人心又好 你也觉得我 好 然后我们两个谈下来 那这样的话 长时间久了 这个事 其实你就是在 消费那份友谊 消费那份感情 消费那份耐心 最终呢 你会把这个消费掉 也就没有了 也就没有了 所谓 相见 亦得好 久住 难为人 相见 亦得好 久住 难为人 好 马因无力 对吧 马行无力 皆因瘦 马呢 走不动 都是因为 没吃饱 没力气 马行无力 这个力呢 就是跑得快 马行无力 皆因瘦 没吃饱 人不风流 只为瓶 这个瓶是因为的 只为瓶 这是因为瓶的 人不风流 只为瓶 马行无力 皆因瘦 人不风流 只为瓶 好 马行无力 皆因瘦 对吧 都因为太瘦了 人 不风流 只为瓶 只为瓶 感触凉多不 好 你的感触都是错误的 马行无力 就不要讲了 我说感触 人不风流 只为瓶 三件事情 第一呢 就是你想的那件事情 每一个男人 都不是什么好鸟 都是坏人 对吧 男人都风流 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是吧 也有一点这个意思 但是人家说的是人不风流 不是说男人 还是说了女人 这样子的 第二风流 不是说那个 在外面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包包儿奶 找找 找爷爷 不是干 不是说干这个事情 而是说 穿衣服 穿的好看一点 出手 扩绰一点 牛逼一点 有钱 就是大方一点 这样子 那就是风流 读书 有文化 有水平 这个叫风流 这是一个问题 是吧 这是一个问题 好 再一个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要记住了 对吧 你风流 不是因为你本性决定的 而是因为贫于负决定的 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有钱了 你就风流了 那么你贫穷了 你也就风流不起来了 所以呢 你不要觉得你风流 是因为你的个性决定的 而是什么决定的 钱决定的 好 你就记住了 那个不是你的本性 别人说 啊 这是张老板 真 对吧 真困绰 真有钱 对吧 对我们真大方 怎么样 你不要相信这个话 那是因为他能到钱 他没拿到钱 你没给钱给我 我说了这个马云烟 你没给钱给我 我凭什么说你大方呢 他说他捐助了什么 捐助关我屌事 你捐助 你捐助 我不也捐了吗 我没钱 我捐的少而已 你捐了才捐多少点钱 对不对 我当年上班的时候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四五千块钱的时候 我一次不还 人家四个人 我都捐他们几百块 是不是 我直接就捐百分之十出去了 我经常捐 还不是一次 那个什么温川地震的时候 那么大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 我捐六百 我工资 我基本工资 那个时候 基本工资是四千八百块钱 我捐六百出去了 我捐了八分之一 你给我比这个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说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人风流不风流 不是你的个性决定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你自 你 那个话我读多了 就是你忘记了 就是说 你书读多了 你自然而然的 就有了这种 这个气字化 是吧 你自然而然的 就有这种书生气 或者什么 什么样的这种 这个风流 这种气质在里面 是不是 或者说你 你的行为 久了之后 它自然而然有这种 有这种 这个气场在里面 而不是说 你 老婆 拿一千块钱 今天晚上我请人吃饭 我不能在那边丢面子 那你面子都已经丢光了 你何必去争这个事情呢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吗 听懂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说 你不要为了风流 而去风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人不风流 只因为贫 同样的 你风流是因为 你手上有了钱 但是你没了钱了之后 你还是要走上那条 不风流的那条路子 你还是失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 还是要懂得珍惜 你要想办法去挣点钱 想办法提升自己 这样一来呢 对吧 你从自内而外的 美 是吧 自内而外的美 是吧 这个叫 马行 无力 皆因色 人不风流 只因贫 只为贫 是吧 只因为贫 只因为太穷了 没钱 所以说 为什么你抽烟 抽一百的 我抽二十的 原因在这个地方 知道吧 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没钱 我不能向你那边去抽钱 抽烟 再说了 我是大烟鬼子 你 我一天干两三包 你我这个抽下去了 我抽不起 我一年抽下来 吃十几万 我干不起这个事情 是吧 而且呢 我也明白一件事情 反正你抽好的 车逮的 都是一样的 最终都是 都是差不多东西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不是说 证明你比我聪明的 一个一条路子 你只能证明说 你比我傻 对吧 你买的那个 交税觉得多 我这个也交税了 反正也交不少 反正交税税率是一样的 但绝对数字不一样 是吧 好 我们把这第五节 再来拢一拢 他讲了哪些话 好 第一个 我们也来讲一下 第一个 由于这里面有一个字 我们不常用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不去讲 可能不太会讲这些话 这句话 是吧 流水下滩 非有意 白云出秀 本无心 白云出秀 如果你要记的话 那你就要记成秀丽的秀 因为秀丽就是 山嘛 可能山很秀丽 你也可以这么想 其实这个山 这个秀是指山东的意思 流水下滩 非有意 白云出秀 本无心 当时若不登高望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信东流海样生 谁信东流海样生 当时若不登高望 谁信东流海样生 路遥之马力 嗜久见人心 不是日久见人心 日久见人心 那个是当时威力袭击 做的一个广告 这个事情 我是知道 他人们是改了一个字 把嗜久见人心 改成了日久见人心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没有人见到 没有人用过这个威力袭击 或者人家市场不知道 所以他用嗜久 就说不通 所以他叫日久见人 日久见威力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威力 当时有这样一个广告词 其实他是取自这里面 路遥之马力 嗜久见人心 见人都会变成心人了 是不是 就是看到人的心了 是不是 他说这里面就讲了一个合作的人 或者夫妻两个人的关系的 就有一个在里面 两人一般心 有钱 堪买金 对吧 两人一般心 有钱 堪买金 记住了 两人一般心 有钱 堪买金 一人一般心 无钱 堪买真 两人一条心的时候 有钱堪买金 一人一条心 那就无钱 连根真的买不起 就搞垮 对吧 相得 相见亦得好 相见亦得好 久住难为人 久住难为人 马因 马行无力 皆因受 马行无力 皆因受 马行无力 皆因受 人不风流 只为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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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